嘿大家好 喜欢拍视频的小伙伴 就是滑轨肯定少不了 虽然用稳定器或者是拍摄高帧率 后期漫放 也可以模拟滑轨的一个效果 但是跟真正的滑轨比起来 稳定效果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款 非常有特点的滑轨 就是魔爪的魔杖 SlyPod E 魔爪的SlyPod这款产品 已经出来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我想大部分小伙伴 对这款产品也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就这次的SlyPod E 是SlyPod的一个铝合金版本 相比之前的这个碳纤维版本 重量增加了不到200克 就简化了一个包装 减少了那个木质手柄和万象云台 那价格相比上一代的2999元 降到了1999 更具有性价比了 那魔杖从外观上来看 它就是一根独角架 其实它是一款电控摄影伸缩杆 可以搭配常用的摄影辅件 来实现滑轨摇臂之类的一个拍摄效果 设计简洁几乎没有多余的按键 一个开关键和两个加减键 单从独角架来讲 相比我之前使用的印记的一个独角架 那魔杖确实没有什么优势 就即使你升到最长 高度对于独角架来说还是有点低 就不过考虑到它的主要特点 是一款便携的电控滑轨 也可以理解 SlyPod E的一个顶部 可以外接云台 因为这次的铝合金版本 没有标配云台 所以需要大家选择合适的一个云台 侧面有AKA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快装板 就方便魔杖横向接在三长架上 这样就实现了魔杖横向移动 模拟滑轨的一个效果 那底部的这个多彩灯环 非常的具有辨识度 就可以使用APP来试制不同的一个颜色 一开始我觉得这个灯 只是为了好看 就知道有一次我忘了关闭魔杖 后来看见这个灯含亮着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提醒作用的 那魔杖自身的电量 可以提供两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使用 那另外你也可以在拍摄的时候 使用外接电源 通过USB-C接口给魔杖供电 就大大延长了一个续航时间 那魔杖很好上手使用 开机后 你直接按这个加减键 就可以控制这个伸缩 操作非常的简单 我非常喜欢这个功能 就是完全可以脱离这个APP使用 拍摄一些小的产品镜头 非常的方便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魔爪的APP 进行连接使用 APP的操作功能更加丰富一些 就可以进行更加精确的控制 以及拍摄高级演示摄影模式等 另外魔爪也提供了这个遥控器控制伸缩 不过需要另外购买 魔杖的一个纵向载重 可以达到9000克 纵向载重可以达到4000克 搭配合适的云台 对于一般常用的拍摄器材是足够用的 就是我非常喜欢魔杖的一个使用场景 就是拍摄产品特写推进的一个镜头 之前我一般都是手持推进 拍摄高帧率 然后在后期慢放 这样最方便 但是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画质稳定和对焦 就你不能拍4K 因为4K没有高帧率 那手持移动的时候也不能太慢 太慢那个画面也不稳定 而且后期慢放的时候 可用的素材也比较少 但是也不能太快 太快对焦也跟不上 所以这样拍摄时需要在画质稳定和对焦上 做一定的趋势 那其实之前也考虑过使用滑轨来拍摄 但是那种大的滑轨 就是在使用的时候装卸慢 而且这个前后推进对焦段 也是有一定的一个限制 就焦段你太广的话 也会把这个滑轨给拍进去 反正就是很费事 而使用魔杖搭配一个小的桌面三脚架 或者是多脚架 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对我目前拍摄一些产品特写 还是非常的有用 那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使用场景 当然你也可以搭配三脚架 以及三轴稳定器 来实现各种各样的一个运镜方式 从目前我使用的这段时间来看 就在一些拍摄场景 魔杖还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的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 比如在启动的时候 画面还是有一点点的震动 就如果能加入这个缓起缓停的功能 我想这个情况会好很多 那还有这个延时摄影模式 就是是利用这个魔杖 可以达到很短的伸缩速度 拍摄一张张照片 然后再合成一段视频 那照片无论是从剪裁 还是后期调色 都有很大的这个后期可处理空间 虽然我使用的这个6400和HM3都有这个机内间隔拍摄功能 但是更严谨的做法是需要接上快门线 防止魔杖移动的时候 正好是这个快门闭合造成这个照片模糊 魔杖虽然提供了这个快门线的一个连接功能 但是因为只有一个Type-C的接口 只能通过Type-C转2.5的一个音频母头充电线 然后再连接常用的这个快门控制线 而且考虑到魔杖移动到最远端 那个Type-C接口和相接的距离也比较远 线也需要足够的长 所以网上搜了一下长的这个Type-C转2.5 音频母头充电线很难买到 只能去官方的旗舰店去买整套魔杖专用的这个快门控制线 价格要129元 还是有点小贵的 就另外280毫米的这个滑动空间 说实话并不算特别长 那我想也是因为这种创新的滑轨设计造成的一个原因 太长肯定会造成这个不稳定 但是这个小小的创新型独角架滑轨 还是给了我非常多的一个惊喜 也期待魔爪之后给我们消费者带来更多的这个创新型的影像产品 OK那本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